你网络赌博输了几百万是真的还是假的 经常会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也有很多人不相信 你有几百万为什么还去赌博 为什么能输那么多 你怎么输得下去 今天我来带你看一下我的账单 让你死心 看着啊 这不是截屏啊 支付宝 账单 年账单 认识我久的人都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玩的 我是16年开始读的 我是16年的7月份8月份开始慢慢慢慢的接触这些东西 我相信这是我的老粉丝都知道 这是16年 看这个曲心图 明显的可以看出差异 再给你看一下17年 17年支出了两百万 你觉得一个正常的人会有这么多的支出吗 再看一下18年 18年支出三百多万 疯狂吧 再来看一下19年 19年支出两百万 而且19年 我是玩到9月份 我就已经是彻彻底底的接了 你看我的账单 就应该知道我这个玩的轨迹大概是什么样的 七哥到底有没有说假话 告诉你 这只是支付宝 还有银行卡 因为在我不玩的时候 我的银行卡全部都注销了 这些账囊我没有办法 调给你看 我觉得 如果我给你看了这个 你还不信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自己走的什么路 我自己做了什么事 我现在处境是什么样子 我自己类型非常的清楚 不要觉得几百万的人不会去赌 更不要觉得你有几百万 你不会输那么多 我告诉你 只要你入了网络赌博 就算你有几千万 你也会跟我一样的下场 远离赌博 好好生活兄弟们 加油 加油 好